这段时间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一款国产游戏是黑神话悟空 已经火爆出圈了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其中36个取景地里面有27个都是山西的 那这段时间呢 也有很多网友和这个玩家都去了各个景点打卡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带大家来到其中一个点叫小西天来带大家打卡 那今天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看啊 满堂悬速的效果究竟怎样的 那在直播间呢 我们先邀请我们第一位嘉宾 来给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喜仙小西天景区的讲解员 我叫石小丹 实地的带大家感受一下真实的小西天 在这个我们进入大雄宝殿看满堂悬速之前啊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小西天的概况吧 那小西天呢 是因地势而修建的 占地面积的1100多平米 但是上下呢 有三个月 大大小小殿呢 是十几处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啊 那咱们寺院最精华的 也是咱们寺院当中的 这个大雄宝殿 满布泥塑的悬塑啊 取经通幽 又别有洞天 不以高大宏伟著称 而是小巧 玲珑独秀 既有北方特色的窑洞 又有南方圆岭的 一步造景 又称之为富锅第一圣煞 方圆百里都是最好的一朵四月 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很多网友都来在这边打卡 尤其是我们现在要进去的这个大雄宝殿 可以说是来到这边 实地看和你在这个网上看图片视频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非常有震撼感 而且都是立体的 对 其实我们很多人第一次进到这个店面 然后举头左边右边好像全是这个雕塑 究竟怎么看啊 有什么门道没有 咱们整个大殿称之为满堂悬塑 就是不仅正面有 左右两侧墙壁都有 而且是从上到下 从高到低 虽然大殿的面积比较小 但是大的有3.2米 小的仅有咱们拇指大小 就藏在上面的楼阁里面 大大小小塑像呢 有将近2000尊 所以寺院最早以前还一个名字叫千佛庵 而且它是从上到下 从高到低 围绕五个佛的世界 所展开的歌舞生平 人们想象中的一个极乐世界 而且是以旧地取材的这个红椒泥 配上一些糯米 麻纸 稻草 棉花 层层塑造 层层包裹 而且又是 大多都是悬空的塑像 而且树吨重的泥塑 将近400年 依然是这样悬挂着的 其实有一定的技法在里面 有这个深庙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先进来 应该是从中间来 从上往下看 是吗 对 那最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呀 那我们这里呢 是塑造的 大多是悬空塑像 所以我们来到大雄宝殿 是需要抬头仰望的 那也有人说山西其实是个老中医 可以治颈椎 那我们可以抬头看最上面 有两只白色的是展翅的仙鹤 左右两侧呢 是人面飞天 有的旁边呢 还有凤凰 因为咱们整个山式造型呢 结构像展翅的整个凤凰 凤凰也是上古神兽 鸡头 燕汉 蛇颈 龟背和鱼尾 咱们整个山形地貌结构呢 特别像展翅的凤凰 著名的作家贾平蛙先生 来到这里曾留下这样的诗句 舍接上天 飞凤陀佛 咱们上四月呢 走一级一级的台阶 但是相对台阶比较平缓 咱们上天呢 这里叫小西天 飞凤呢 是整个凤凰展翅 陀佛又是明末清初的一座佛教 禅增四远 所以整个是凤凰山 那我们可以再看中间 垂珠钓鱼非常华贵的是 珠帆宝盖 镶嵌佛家七宝 垂珠钓鱼非常华贵 如果只做那个珠帆宝盖 不过垂钓的话 比较单调一些 加上这些垂钓物 更增加整个泥塑世界的一个动态感 一动一进 非常动态 那接下来是层层叠格 我们看到的天宫楼阁 那虽然是都是泥塑 但是塑造非常的真实 有这个斗拱 飞檐翘叫勾心斗角 而且里面人物塑像 它都是动态化的 非常传神 有的时候我们拿这个 放大镜看的话 也是非常真实的 大雄宝殿虽然有上千尊的塑像 但是千人千面 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是非常传神 而且 这样我仰望过去看 阁楼里面还是有塑像的 有有有 而且每个这个楼阁虽然比较小 而且每个楼阁上面都是有牌匾 都有名字 千佛公万佛公 以及这个阿弥陀佛 殿上面都有牌匾 而且都有字 嗯 那在楼阁前面 您可以看到一排金色的 手拿各种乐器的是十二乐际 手拿各种乐器呢 进行演奏 仿佛是把我们带入到 那个想象中的极乐世界当中 歌舞身平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的 那接下来是 层层叠阁的这个斗拱 有的是三组五层 盗宝塔式的 那它全都是泥塑仿木制的 所以这里只起到一个装饰 没有起到承重 那这个楼阁平台也像一款 游戏当中我们说的那个黑神话 悟空 有一个回头的弥勒佛 既前未来 为何不败 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 对 那接下来呢 是相连的五个佛刊 供奉的是五尊塑像 而且咱们是佛教禅宗寺院 所以主打的是禅座 进修 整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玄空的 那接下来五尊大的塑像 也是大殿当中体积最大的是3.2米 因为全部都是泥塑 体积比较大 所以中间有个木骨架来支撑 叫木骨泥塑 也称之为元素 就是我们换各个角度 看人物塑像都不会变形 都是立体的 而且是禅宗寺院的主打 禅座进修 所以眼睛是微微关闭的一个状态 是围绕咱们 所以整个大殿 是自上而下 从高到低 从里到外佛的一个世界独立分开的 但是它分开的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我们看每个这个世界分开 是以您眼前看到的这四根方形柱 每个方形柱上面呢 是高四米四面四肯 下面呢是须弥座 三层 这个三颜 就我们从下面看的话 每一层都有人物塑像 下方的是一些逝者拿的一些水刮果 那往上的是一些乐器 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 销 这个笛 声 罗 叉 也是我们现在这个能看到的 一些最早以前明代的一些 乐器的一些参考 就是围绕佛的这个世界 所展开的这些 各五圣平的乐器 那这些方形柱 以及每个方形柱 后面都有盘旋而上的牡丹柱 将这个世界独立分开的同时 在每个佛的世界又是互通的 相互连接 虽然大殿有将近两千尊 但是多而不杂 反而不乱 以这种高低错落虚实相结合 将这种我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 真实的与泥塑 悬塑 而且是彩绘贴近的形式 真实的展现出来的 那我们不仅正面墙上有 左右两侧山墙上都有 那一边呢 是各五位是十大弟子 虽然是因为十大弟子 它其实真实存在的 所以虽然塑成了这个泥塑 但是等高跟真人般大小相等 活灵活现实非常传深 在弟子后面还有很多很生活化的 有个性的 有血有肉的 像真人一样 乍一看 像电小二 其实是服饰弟子的一些小沙迷 因为咱们大殿面积有限 所以您看到 它进出的这个门 其实是个石墙 但是做成这种半开状态 世界上更有空间 延展性 给人一无限想象空间 感觉我们推开这一扇门呢 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而且您看这个小沙迷 一个细节体现 它手里拿的这个壶 壶下面有拿袖子垫着 说明这个壶是非常烫手的 一个热茶 所以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呢 小沙迷嘴角 还能看到一个浅浅的小酒窝 可化的非常细致 那最早以前这个托盘里面 还有一些桃果 馒头 有的说还有咱们这儿的特色 一路香 但是有可能被吃掉了 现在看不到了 那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呢 更拉近了人与我们想象中的 这个世界的距离感 人间天上毫无距离 完全融合在一起 而且整个大殿呢 是满布泥塑悬塑 在中国雕塑艺术市场 可以这样说 在小夕天之前 无满塘悬塑 在小夕天之后 再无悬塑满塑 咱们这儿也称之为 悬塑独一处 那将近400年的泥塑 依然是悬挂着的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灰尘 蜘蛛网 还有老鼠洞 那传说是有碧橙珠 那其实是有科学的依据 那您看到我们整个大殿呢 是从上到下 从高到低速的 所以有一个上后 下薄的一些角度 所以我们向上看的话 人物塑像 有一个微微向前倾斜 跟我们有一个这个眼神 互动 有一个交流 没那么生硬 这些人物塑像呢 向前倾斜的同时 它们这些 如果有一些细小的灰尘 因为角度问题 就像咱们人微微弯腰一样 它的灰尘呢 会落到人物塑像的背面 那咱们在正面角度问题 看不到灰尘 这是第一个五尘 第二个呢 是整个大殿 除了是泥塑本体之外 还我们看到这些 非常艳丽的蓝色 绿色 红色 这些都是一些自然的矿物颜料 石青 石绿 石蓝 朱砂研磨的 矿物颜料 其实有微毒 防止蛀虫 蜘蛛网 那再加上咱们整个大殿光照进来 非常亮眼的 您看到的主体颜色 这些金色 其实都是实打实的 黄金 整个大殿呢 169.6平米 就用了7公斤 14斤的黄金 大面积的贴金 相对金比较光滑一些 有灰尘 它存不住灰 所以是第二个五尘 大面积贴金 第三个是特殊的地理位置 那我们上四月呢 设计而上往上走 是需要走台阶 那我们从山脚下 一直往上走 其实的方位 也是从东一直往西 对 所以您现在面前是西 背后是东 再加上整个山势造型 凤凰的一个展翅 左右两侧 又向南北两侧的两道 自然的屏风 阻挡很多歪来的风沙 而且咱们整个是 自西向东展翅的一个凤凰 而且大雄宝殿 又是在整个凤凰的 怀抱当中 所以进入风沙 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原因 风沙特别少 再加上咱们北方呢 相对于雨水比较少 也有利于这些泥塑 得以保存的三个原因 那除此之外呢 咱们大殿还有一宝 什么宝 可以说吗 皇室规格的龙凤和喜彩绘 在咱们抬头的这个大梁上方 这个贴金厚度也是最厚的 规格的话是 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金色的 这个也是接近于宫廷的规格 但是在这么偏远的地方 能看到这么精致的泥塑 也是实属罕见 因为咱们这里比较偏远 仰在身归人卫时 虽然得专门过来 但是真实的来到这里 感受到的是非常震撼的 真的是值得大家就是称灵其境来感受 谢谢你的介绍 其实走进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来之前我看了很多视频啊 图片也好啊 就觉得已经是很了不起 很厉害了 但是真正的走进这里啊 让我们抬头看 然后这边呢 平面还有纵深 可以感受到古人的这些 智慧和工匠的精神啊 对对 是的 匠人精神 对 就是不管是几百年几千年 做一个泥塑雕刻也好 只要你用心了 早晚会被发现 就是不要担心真心会被辜负 只是被发现早晚的问题 一代一代的传承 也是匠人精神 嗯 对 对